上期课我们讲到了报文的接收 报文的接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这个数据valid message 怎么判定这个收入的message一定是有效的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标示符过滤 ID要进行过滤 在这个CAM协议里面 报文的标示符不代表节点的地址 这个跟这个以太网通信是很大的区别 它不代表地址 同时这个报文的标示符还能够代表邀先几号 跟这个报文的内容相关 因此发送子以广播的这个方式将报文发送的所有的接收子 那么所有的接收子并不是所有的人 他都应该去理会这个报文 那么节点 竟然被广播了 那谁收到收到它之后怎么决定是否自己需要呢 那么就根据标示符的值来进行判断 如果通过了设定的这个标示符过滤之后通过了 那么他就将它保留下来拷贝到 SRAM里面就是FIFO里面如果不需要那么直接丢弃那么 软件不需要干预也说你CPU都不知道它这个报文来过还是没来过 但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自动处理了 那么为了满足这样子的一个自动化的这个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 BSCAM提供了14个位观位宽可变可配置的过滤器组 那么以便直接收那些软件所需要的报文 那么硬件过滤的方法 节省了CPU的开销 那么每个过滤器组它都是由两个32位的寄存器来决定的 怎么过滤的方法 那么这个过滤器组的话一共14组 那所以说还是很庞大的 那么这个两个寄存器分别是过滤器的FX20和FX21 这个X是一个同辈符在这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过滤器的位宽它可以单独设置 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那我们前面讲到这里位宽可以单独设置 那么设置什么样的位宽呢 我们这里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我们这个32位的寄存器 作为一个整的32位的过滤器 那么一个整的32位的过滤器 你比如特别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一个叫做扩展组对不对 扩展的通信格式 那么肯定是要用到这个 因为扩展的用的是28位的ID 对不对 而标准的只要用到什么11位ID 那么标准的11位ID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16位过滤器就够了 那么16位的过滤器我们来看看和32位的32位的话就包括了标准的ID和扩展的ID 对吧一共28位那么16位的话只要包含什么 10这个11位的ID就可以了啊 11位ID好 然后还包含其他的一个IDE和PDR位等等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志器啊 这个过滤器啊可以配置一个位宽 那么你配置不同的位宽 配置从两种位宽 分别对这种 这个 分别对这个标准帧和扩展帧都是有好处的啊 当然了 并不是说我使用这个标准帧不可以用32位的过滤器也可以用这没有问题对不对 标准帧可以用两个你自己可以用用的这个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它都可以启动很好的过滤效果 除了这个式子之后还有一种式子就是过滤器啊它还可以配置成呢 屏蔽位模式和标示符列表模式哎这里所以说我们这个标示符啊也是个非常这个难点啊 除了这个可可以改变之外还可以它的模式也可以改变 那么模式有两种模式一种叫做屏蔽位模式一种叫做标示符列表模式这两个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啊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屏蔽位模式就是说将两个寄存器这两个不是有力每个过滤器主有两个寄存器吗 其中一个拿来做什么拿来做标示符寄存器 另一个寄存器拿来做屏蔽寄存器 你比如说我拿F0做标示寄存器 拿F1用来做什么屏蔽寄存器 好那么这样子来做的话 那么那屏蔽寄存器根据标示服务中的任何一位应该按照必须匹配和不用关心来处理 比如说屏蔽它可以试着哪一个位我要关心哪个位我不用关心 来试着这样子的一些事 那么我要关心的这个位那么你就必须跟我这个标示服务寄存器的值要定义一模一样 我才能认为你匹配了 好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列表模式里面 那么屏蔽寄存器也当做标示寄存器 那么就是相当于有多个标示寄存器没有屏蔽寄存器 那么既然有多个的话那就是说所有的都可以做标示寄存器 那么标示寄存器的话 这个列表寄存器的话 凡是跟这个标示里面每个位都继续匹配 凡是匹配都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怎么办 这个就通过了 这是这一个情况 好我们来这样可能理解抽象一点 我们来具体举个例子啊 这个举个例子 那么这里有一张图 这个图呢还是比较好的说明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明这个问题 好 那么我们来打个举个这个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根据位宽和模式 它的这种不同的设置一共呢 我们可以延伸从四种不同的状态 这个过滤状态 那么哪四种呢 第一个看位宽 位宽有两种选择吧 一个32位一个16位的位宽 对不对 有两种选择 那么这里就是两种 然后模式呢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屏蔽模式 一种是列表模式 对不对 标示符列表模式 那么这里也有两种 那么位宽模式各样两种 那么算加起来 他们啊得势 那么一共怎么可以配置从四种不同的过滤模式 然后过滤过滤方法 我们来看看第一种 当这个里面配置成 大家看看这是一个32位的 32位的通过是一个32位的称之为屏蔽模式 那么32位的屏蔽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就是f2f20fx20啊 这个作为什么 作为标示符 大家可以看到标示符有这么多fx20 大家看有这么多 这算32位的好 那么这个位呢就做什么呢 做屏蔽位 下面的屏蔽位也是一一对应 进行屏蔽的设置 当这个屏蔽位设置为1的时候 某个位设置为1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必须这个id位为0为多少值 你必须要跟它相等 为0的时候是你不需要关心的 为0就不需要关心 它是0是1都不关心 好 那么这里面屏蔽的高几位呢 这里是std的 这里是std2到0 这是扩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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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ide位 这是pd位 这是0位 当然你不需要关心 你可以把后面全部设置什么 0.0就可以了 对不对 假如你是想采用一个标准证 那你标准证 那么你只使用前面的 那么你后面其实都可以清零 屏蔽位这里都可以设置为0 不能管 那么在这个前面的 你如果有些地方也是不需要关心的 那么部分位不需要关心 你也可以有些地方也可以清零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 然后由用户你来自己的试制 这个我们就讲的是这个 标识服务这一块 第二种大家应该也能理解 那么这就是一个32位的什么 32位的列表 那么列表的话 对吗 那么就把它全部列举下来 列举下来 就是说符合这种情况的 全部等于这种情况的 OK 通过 全部等于这种情况的 OK通过 就这样子 然后不满足这两种情况的 那这个过里去就过不去 这就是我们讲的列表模式 实际上用的多的还是这种 这种叫做屏蔽模式 好 下面还有一种就是更加使用起来 可能会用的更多的在标准这里面 那么这里面就是16位的这个模式 16位的这个平壁模式 16位的平壁模式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F20里面 D16位作为什么 作为ID这个符号 这个ID符 对不对 ID标识符 而这个高的这些做什么 做平壁位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是F20 这是F21 对不对 这是F21 这是F20 也就是平壁位和这个标识符位 在一个32位计算里面都定义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做ID位 这个做平壁位 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是关于什么 只保存什么 标准的 对 大家可以看 只保存标准的STD格式 那么还有PDRID 那么高端的那个什么 扩展的只保存两个位 如果你不想要 这都可以 屏蔽位都可以清明 对这些位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16位过滤器的设置 那么我们从这里 下面一种 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 你自己去分析一下 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 我们发现BMCAM的标识符过滤 它是一个蛮灵活的一个机制 蛮灵活的机制 那么至于你想采用什么样的机制 那实际上完全根据你的项目需求 自我定制 好 这也是我们讲到的标识符 的这个位宽的设置 和过滤器这个位宽的设置 和模式的设置 好 那么一旦设置好之后 这也注意 一旦设置好之后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设置好之后 那么就有一组过滤器组 对不对 啊 我们知道一组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有两个FFO 对不对 每个FFO的话 它可以分配很多的过滤器给它 那么那个过滤器 那么称之为一组 好 另外一个FFO 这个是FFO0 这个另外一个FFO1 那么另外一个FFO呢 那么它可以分配另外一些过滤器给它 那么那另外一些又可以分为第二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分了很多组啊 你看这里有一组 这里有一组 对不对 这都是一组 那么每一个组里面 这个过滤器啊 都有一个编号 过滤器 编号 那么这个编号是由BSKM自动的去编号的 自动的编号的 那么这个编号是根据这个 这个 根据这个 嗯 计程器的一些名字啊 以及它自动的会分配一个号子 那么这个编号有 大家可能想想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其实编号在这里面啊 你 它实际上 我们看看整个处理过程啊 首先我们看看整个处理过程 整个处理过程是这样子的 收到了这个message之后 它就会将message的identify 先拿进来进行过滤一下 如果过滤好了之后 这关于控制的和date才会收进来 如果没过滤 那这数据就会丢掉 那么过滤之后 它就会经过很多过滤器 啊 零号过滤器 一号过滤器 四号过滤器等等等等 它就会经过很多过滤器 如果发现 前面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可以过滤了 这个可以 匹配了 那么它就会告诉我 告诉这个ffo 我有一个 你这个 我你分配的这一个组 这一组这个过滤器里面 有一个已经过滤OK了 那么就会把这个数据怎么办 收回来 那么这些数据啊 这数据就会下来 存起来 那么存起来 同时会将这个第四号 也会 也会保存起来 也就是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 现在这一个过滤器组啊 过滤的 恰好是第四号啊 过滤器通过的 那过滤器通过 如果这个没有过滤好 没有过滤成功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组进行再过滤 再来看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一个看一个看 那么前面这个过滤的方法是用标识符 那么这个是用标识符和这个研码来过滤 如果过了 OK了 如果没过 那怎么办 这个消息就怎么办 不管了 不处理 好 那么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流程啊 就是对ID分子这个接收了一个这样的流程 凡是这里面过了的 那就会数保存起来 没过就被丢掉 好 这里就有一个ID分号 ID分号其实有很多的用处 那么编号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的编号 实际上它BXCAM会将收到的报纹和它通过的过滤器编号啊 一起存到邮箱里面去了 邮箱里面去了 当CPU处理的时候啊 你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看这个ID 如果你自己知道哪个编号是的是哪个 identify 实际上你可以完全根据过滤器编号 来快速的知道这个报纹的一个用途 从而能够做出一个最快的处理 当然了 你如果实在觉得你没有去发挥这个功能也是没问题的 你不用也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知道这个报纹里面的数据是谁送过来的 有什么用途 那么你首先要怎么要搞清楚ID号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ID你在CAM通信的时候一定要定义好 此个ID是干嘛用的 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要定义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CPU就要分析这个标示符了 从而来推断报纹的一个用途 当然由于这个标示符一般含的位数比较多 至少11位对不对 当然多了还有20多位 那么处理起来肯定没有这个编号那么快 所以说在这个编号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当然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好 这个就是讲的这个编号的问题 那么这个搞完之后 这个报纹怎么存出来 它存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报纹它是存到这个FFO的这个邮箱里面 我们知道发送也有个邮箱 接受一个邮箱 那么发送邮箱和接受邮箱 大家来看一看 后面有一个这些 这个就是我们接受的邮箱 这个就是我们发送的邮箱 好 那么接受的邮箱有两个 两个组 FFO0和FFO1 每一组里面又有三个邮箱 大家看到它是一个 这个对列 好 发送组呢 总共就三个 也只有三个 那么也说接受有六个 对不对 六个邮箱 发送有三个 发送这三个呢 不够走 不构成FFO 为什么不是什么先入先出 它是根据邮箱级来由调度器来调度的 那么这些就是单独的 一个两个三个 好 那么每一个邮箱里面又有四项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有四项数据 那四项数据保存了一些什么信息呢 保存了什么 表示服务 数据 控制状态 时间戳信息等等 那么就是保存在这个里面 也就是他们作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一个邮箱下来 是一个报纹的一个整体 不能拆开 一个报纹的整体 全部保存在里面 好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报纹的存储 我们可以看到 发送的存储在这里面 发送邮箱 接受的存储在这 这两处里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每一项里面 它有些什么内容 大哥每一项里面 大家这里也讲了 第一个这里定义了什么 地址 在发送邮箱里面 地址偏移为0的时候 是一个名名叫做Ti XR 地址偏移为4的时候 那么也说一个邮箱是不是32位的 因为它地址是一次偏四个字节 那肯定是32位一个邮箱 32个一个寄存器 那么整个邮箱就包含了这四个寄存器 这也是一个 然后发送的也是一样的 一个邮箱包含了四个寄存器 那么这个寄存器里每一个接收是什么内容 我们来仔细来看一看 这里面就是两个 这个一个是发送 这个是Ti 这个是发送的 差不多 跟前面发送的和接收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可以看看第一个 第一项数据就Ti O 那么数据是什么呢 Ti R Ti O 这都是都是什么 都是都是一样的数据格式 那么这个里面Ti O R 对吧 首先保证什么 大家看看标准的 嗯 这个ID 还有扩展的什么ID 然后ID EPRP还有什么TXRQ 对对 哦 这些东西要发送的这些 然后呢 Time 时间错 啊 那么这个时间错在这个我们在前面讲的数据帧和这个帧里面没讲时间错对不对 实际上是这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扩展的 CAM为什么称之扩展的CAM 就是因为他考虑了时间错的这个功能 考虑了一些多余的东西啊 那么时间错在这里面也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啊哦 在这里面你当然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可以 那么他实际上说如果你不用那也可以不传不传时间错的话有什么个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传了的话如果说把时间做传给对方 那么时间说这里面有什么作用大家得想想啊啊 那么时间错其实有很多作用第一时间错可以做通信的同步使用啊 利用时间错可以将两个内部的定时器啊可以进行同步啊 进行一个同步 同时啊时间错还可以同完步之后时间错还可以进行线路的这个时间延迟的一个测量啊 时间延迟的测量 当你时间延迟是一个固定的比如说多少纳秒一个呃 比如多少纳秒是一个比如五纳秒是一厘米延迟五纳秒一米 那么你可以根据这种延迟之后还可以推算出两个通信距离 通信模块之间的这个距离 也是可以跟都可以根据时间错来算的啊 所以这个时间错在一个高级的应用你像这些进行一些诊断其实啊还是蛮有用的啊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暴纹发送哎往往呢这个东西用也好不用也好也好无伤大雅啊 这个涉及到一些高级应用啊 那么我们作为一种低级初学者来讲 时间错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个暴纹的什么时候来的对不对 比如说我收一个暴纹我可以通过这个暴纹的时间做看一看他我收这个暴纹收了很久收了多久了 我是收了比较久了我跟自己内部定识器比较一下收的很久了还是刚刚收时间错有这个作用至少啊 所以说这是由一个BSCAM的内部一个定识器来自动产生的一个东西啊 你可以对他进行编程也可以对他进行这个试字啊好 那么时间错我们就讲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对时间做个概念不是蛮清晰啊 蛮清晰的话你们可以查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如果涉及到一个时间做想高级应用的话 你就看一些其他的资料啊好 那么再来一个dlc的数据的长度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什么剩下的就是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是什么数据啊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些数据就是我们的什么不是前面就讲了八个字节吗 你看八个字节就在这四个字节一组放在一个计算器里面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字节一组是个字节一组 那么后面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报纹啊存储啊 他实际上就知道很多数据怎么办都保存起来放到计存器里面 那么有了计存器之后自然而然我们的报纹想从里面拿数据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存在这个这些命名的计存器里面那我通过这个地址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重点点要讲的就是这个CAM的一个位时间特性 那么CAM里面每一个位又花多少时间啊 这个是有讲究的啊 那么前面我们学这个位一位我们可能很不在乎他 你比如说我们学学URT 学这个SPI学I2C 那么一个所谓的位时间特性咱们很受关注的 但是CAM在这个上面做了很多的文章 做了一些文章 那么主要是考虑到CAM这个如何保证可靠的通信这一块 所以他在位时间上做了很多特性 做了很多文章 那么做了这些文章能够保证这个CAM的通信更加可靠更加安全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位时间特性上面通过监测串行的CAM总线 并且通过与真起始位的边缘进行同步之后 他就可以通过后面的边缘来重新得到同步 以调整其采样点 有同步一个再来一个缘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 知道这个这个时间采样点应该放到哪里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采样点就是一个位 这里称之为一个位 一个位的时间才从CAM里面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同步段 同步段 这是一个实际单元 也就是首先经过一个同步段 然后还经过两个段 一个叫做BS1段 这个是定于一个采样点的位置 采样点的位置 还有一个BS2段 BS2段是定于一个发送点的位置 那么这两个段和同步段加起来构成一个位的这个时间 位的时间 好 这里面写的这个很复杂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通信在通信 数据在传送的过程中啊 经常会有延迟或者干 或者有延迟的现象 对不对 这个时候所以说从发送到接收 那么位时间特性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他这里面 告诉我了 有这些断轴 包括还有跳跃阶段 有个有个跳跃阶段 也就是说有个补偿的一些东西 那么使得整个CAM的通信还是相当可靠的 好 那么具体你对这些东西想 非常深入的了解 那这个有专业的这个书籍啊 这个文档 大家可以去看 好 我们了解这个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首先知道这个一个位的时间 是有这几个段构成的 那么这几个段关系到我们 程序上面有哪些部分 主要是关系到我们对波特律的设置 就是传送速度的设置 那么波特律的设置就跟这几个段有关系了 这段有什么有关系 第一个你定义的BS1段是多长 BS2段是多长 你的这个同步段是多少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波特律等于正常的一个比特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三个段加起来一个比特的时间 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波特律 那么这三个比特的时间是怎么来的 那么就是三个人加起来 是吧 同步时间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好 那么这三个时间加起来才是一个比特的时间为时间 那么这里面也注意 这个时间是以这个TQ为时钟为基本单位的 那么TQ是什么 TQ就是我们这个分屏的时钟 我们这个PCLK PCLK PCLK 通过分屏之后 那么 送来这个频率 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TQ就是通过这个PCLK 再经过一次分屏之后得到的一个时间的基准成为TQ 好 这个就是PCLK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TQ乘上TS1设置的值 那么这里面就是TS1设置的一个值 就确定了整个时间的长度 然后这边BS2的等于TQ乘以TS2所示的一个值 TS2加一所示的一个值 那么本身TQ又是多大呢 TQ又是PCLK 乘上这里分屏值加一 这样的一个值 好 那么PCLK又是多少 就是我们这个APP的时钟 APP的时钟 好 那么我们来讲一讲 这些东西 这个定义 这个东西在哪里啊 这个在控 这个在控制计存器 BTR计存器里面是有定义的 就已经进行了定义 就是你编程的时候就对它进行一个定义了 那么我们定义了之后 我们要算出来这个board率多少呢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计算公式 假如说我们现在系统的金正为72兆 那么PCLK这个PCLK1 对不对 那么它的这个 它应该是PCLK1啊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框图才是有哪一个 啊 那么这个里面 它的这个本来的这个APP的时钟就应该是 它的一半36兆 好 这就我们讲 它就是36兆的PCLK进来 PCLK进来之后 除上谁呢 第一 你的分屏 你这个分屏是怎么个分法 你这个n值 这个n值 n值 我假设这个东西 就等于n值 这个加1就等于n 这就出生一个n 那么再出生一个n之后 这个结果再除什么 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TQ而是什么 一个TQ加多少 加这个 再加什么 再加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定义为TS1 这TS1就等于TS130加1 这个运用是什么TS2 TS2 我们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式 n乘上1加上TS1加TS2 其中n等于这个 TS1等于这个 TS2等于这个加起来 好 这样子就我们就可以算出他的border率 就可以算出这个border率 那么有这个border率 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cham的同性的 这个速度和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想得到一个合适的border率 而至于这个里面怎么弄怎么弄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关心了 要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够了 够了 那么这里只不非告诉我隔多少时间 这里有个采样点 有隔多少时间 这里有个发送点 就就此而已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为时间特性 通过今天讲 大家可以看对这个bscham 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现在回顾下整个cham里面的一个 这个计程器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计程器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btr里面计程器 关于border率 swjw 这是跳跃的用的tsrts1 然后还有分屏值等等 这是这一个 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计程器呢 我在这里呢 就不详异讲了 这里面的计程器里面的VR有蛮多蛮多的 这个在说明手册里面都有 你们愿意看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 关于很多的中断方面的 你看这里中断的 还有状态位的 还有这些 这些msr控制的等等 有很多 有些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看来还是非对s这个cham 当然也有更好的一个更多的一点理解